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 我们很多人有可能在使用这个电脑 无意当中关闭的电脑的时候 它那个小飞机都没有关闭 那你第二天在启动电脑再去开的时候 我网络都打不开了 什么网络都打不开 很多人他就使用什么360啊 然后一键修复这样的 其实不用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很简单的 马上再点那个翻墙软件 打开 然后用谷歌浏览器 进行上网 就OK了 就问题就解决了 小技巧很简单 但是很实用哦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浪漫哥 上次讲到说一个手机的话 你手机分享的热点 可以让周围的设备 可以全部使用它的那个翻墙的那个效果 大家反馈都不错 但有些人反馈说 如果说我让我家的网络都能上都能同时达到上次上视频说的效果的话 该怎么去做呢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去做 让你的所有的网络都能上网 相当于翻墙软入流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达到的效果是怎么样 给我看吧 这个是手机 手机上面的话 已经显示出来 这个已经是只连接着我那个网络 我的网络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网络目前为止是这个网络 这是我家里的网络 那好 我也上面有没有任何的翻墙的一个记号 就VPN的之类的记号 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上网吧 点击机器看一下 看到没有 已经可以打到YouTube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手机就等于说已经连到我的这个网络 你其实你家里设备都可以这么做 那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现在带大家做下去 首先在我们的电脑端打开这个 然后开始 然后CMD回车 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输入一个命令条 IPCONFLG 回车 回车以后 你首先找到你这个电脑的 目前的一个网络 那我们就找到我这个手机 我这个电脑是用的是无线WiFi 那无线WiFi的话 我会找到它一个像这个的 192.168.0.106 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只要记住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无线局域网适配器 无线网络连接 那我就直接192.168.0.106 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在手机端上面进行操作 在这个位置 打开这个 我从头开始操作嘛 先不保存 点击这个网络 输入我的密码 然后再打开 高级选项 这边有一个代理 代理这边选择手动 手动下面有一个主机状态 主机状态 我打入刚才输入的 192.168.0.106 在这个位置输入 短口号1080 后面我在讲这个 短口号从哪里得来的 你这边设置好以后呢 选择连接 我的网络开始连接了 就连接上 这时候 我们就直接打开这个网络 看到没有 就打开了 手机端就这么设置好了 苹果手机的话 也是设置这么一个方式 去设置就可以了 那现在就是另一个地方了 我这边设置好以后怎么办呢 那好 现在我们的主要的地方在这边了 我们看电脑这边 点开 小飞机按右键 选项设置 在这个地方 原来默认是 允许来自局域网的连接 那我们现在默认是关闭的 我们现在给它开启 然后 本机端口号 一般选择1080 1080 是这么一个 端口号 我点击这个以后 点确定 就好了 简单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 VR VR的设置的话 就没那么简单了 VR设置怎么设置呢 我带大家进来去设置一下 有点复杂 打开这个 双击VR进去以后呢 首先要进行参数设置 点击进去 在参数设置这边呢 一定要记住 本地监听端口这个地方 就是你那个VR的 本地监听端口这个地方 是这个数字 你一定要记住 你自己的那个VR的数字 这个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一定把它记住 然后这个VR RAY这个设置里面 有一个允许来自 互联 的局域网的连接 这个勾起来 把它这边呢 然后再给它关闭 这边的这两个数字 记住了 那个勾起来就可以了 到这点 还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 你绝对是连接不上去的 该怎么处理呢 那进入这个地方 打开自己的属性 软件安装的地方 打开它 这时候点击这个 CONFRG 这个打进去 有一个数字是在 PORT这个后面 你把这个数字 改成你刚才看的那个端口数 如果是有的话 是跟你一样 如果是不一样的话 你就改成你原来那个数字 还有最关键点 LISTEN这个位置 把这个默认的是127 127 0.0.0 把它改成0.0.0 跟我这个改的是一样的 就OK了 这个时候 点击保存 关闭 然后你在手机端的时候 手机端设置的时候 把端口号 换成你这个 这个V2的端口号 就OK了 全部完成了 这样一来你就达到了 翻墙路由器的一个效果 你家里的所有的设备 都可以使用这个网络 但是告诉你 只能在同一个网络上面使用 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多好的事情啊 是吧 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这些 电视机 TV 不用翻墙了 我电脑上翻墙 全家都使用了 很完美吧 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点一下 订阅 给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